为了照顾失去一条腿的妹妹,她毫不犹豫地将妹妹接回家中,亲自照顾,没想到时间久了,她竟想姐妹共事一夫,只因她觉得妹妹才配得上老公。 大家好,欢迎来到灵感故事盒,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请点赞,订阅并支持一下,现在我们开始今天的故事。 故事还得从五年前说起,有一个四面环山的小村落叫坡里,夏天的傍晚,上山摘西瓜的村民都开始陆陆续续回家了,有一对夫妻和他们的小女儿小芳还在山上摘着西瓜,女人直起腰看了看即将下山的落日,望着村里那生起来的吹烟,于是跟男人商量说, 她爸,天也不早了,要不我们也装好西瓜回家吧,行,那我们把西瓜装好车,男人说道,于是夫妻俩把摘好的西瓜装在小山轮车上固定好,让女儿抓住绳子坐在车后头,男人和女人挤在前面的驾驶座上,晃晃悠悠地下山去了,山轮车的咕噜声回荡在山间,山轮车开到转弯处时,突然间车右后轮压到了一块石头, 男人还没反应过来,车头一不留神顺着山坡翻滚着冲下了山坡,小翠是这个家里的大女儿,今年二十岁,初中毕业后就外出工作赚钱了,这次是专程回来帮父母干农活的,今天吃过午饭后,父母就带着妹妹小芳上山摘西瓜了,她则留在家里做家务准备晚饭,她在家眼瞅着天慢慢黑了下来, 其他去山上摘西瓜的村民都回来了,可父母和妹妹还没有回来,心里十分焦急,于是便拿起手电筒要去山上找人,等她好不容易走到半山腰时,看到眼前的一幕差点让她晕厥过去, 她看到散落在地的西瓜和浑身是血的父母和妹妹,这场意外让姐妹俩失去了父母,妹妹小芳虽然幸运地捡回了一条命,但也因粉碎性骨折不得不把右腿截肢,小芳今年在十五岁,不仅人长得漂亮,平时学习成绩也十分好, 她醒来之后得知父母已经离世,自己的右腿被截肢了,当时就接受不了这恶号,囊囊着要跟着爸妈一起走,小崔这段时间也是每天以泪洗面,但是看着妹妹悲痛欲绝的模样,跟妹妹说道, 小芳,发生这样的意外谁都很难接受,姐姐也很难过,感觉活不下去了,但是我想到我还有你,我们俩现在是对方唯一的亲人了,以后我们俩相依为命,姐姐工作赚钱养着你,你的右腿虽然没了,但以后只要你想去哪儿,姐姐都带着你去,小芳听到姐姐这样说,感动得痛哭流涕, 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的心情平静了些,小芳想着为了姐姐自己也要坚强的活下去,小崔为了安葬父母和救治妹妹,花光了政府给的救济款和全部积蓄,为了两个人以后的生活,等小芳出院后,小崔卖掉了家里的存粮,买了辆残疾人手推车,告别了玻璃村和乡亲们,带着妹妹回到了原先打工的城市, 俩姐妹在一厢相依为命,小崔在工厂上班,小芳没有再继续读书了,平时在家里做些手工活补贴家用,俩姐妹过得平淡温馨,对于发生意外的悲痛心情也随着生活淡化平静了些,在两年之后,姐姐小崔结婚了,她的丈夫叫小高,比小崔大三岁,是姐妹俩在这个城市认识的老乡,也跟小崔他们有着类似的家庭遭遇, 在小高五岁那年,她的父亲跟母亲吵了一架之后,离家出走了,最开始两年她母亲通过各种方法寻找,但是父亲一直都毫无音讯,后来母亲也就放弃寻找了,独自一人把小高抚养成人,小高的母亲也是个苦命人, 好不容易熬到小高长大成人能工作赚钱了,她却在小高22岁那年得了胃癌,不到一年就离开了人世,因为给母亲治病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 小高之后便跟着个包工头来到了这座城市打拼,由于小高脑子活络,又肯吃苦,几年下来攒了些钱, 于是在小翠姐妹俩租住的小区外面租了个店面,开了个小超市,是在小超市开张那天,小翠推着小方来凑热闹,于是他们就这样认识了, 也许是同病相怜的缘故,小高非常同情姐妹俩,平时在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上也给予了很多帮助,一来二去便跟小翠产生了情愫, 小高相貌端正,爽朗干练的,小翠容貌娇好,为人也勤快,俩人的结合十分相配, 2010年冬天,俩人邀请一些同乡好友和亲戚,找了个小饭店举行了个简单的婚礼, 婚后的小翠辞掉了原来的工厂工作,夫妻俩共同经营超市生意,慢慢的超市的生意也越来越好, 婚后一年生了个女孩,过上了温馨而稳定的城里人生活, 妹妹小峰也一直跟着姐姐姐夫生活,因为要一直坐在轮椅上, 不方便帮姐姐照看年幼的宝宝,便帮着姐夫一起照看超市生意, 但小峰从断腿之后整个人都变得十分内向, 没出事之前的她是很爱说话,脸上也是时时带着笑容的, 现在小峰一直都郁郁拐欢,话也越来越少, 小峰见姐姐一家人生活恩爱幸福,越发觉着自己是个累赘, 经常想着为了不拖累大家而起轻生的念头, 但又舍不得爱她,疼她的姐姐和姐夫久而久之, 小峰的情绪让姐姐小翠也十分难受, 总想着该怎么让妹妹恢复以前的笑容, 小翠想着要是小峰跟自己一样找到个能依靠的男人, 或许能够从悲伤中走出来, 于是从2022年下半年开始和丈夫四处托媒婆给小峰张罗对象, 但大多数人一听小峰是残疾,少了条腿, 就连面都不愿意见了, 一些愿意见面接触的也都是些歪瓜裂枣, 不是脑子有问题就是笼子或是瞎子类的, 小峰虽然现在是少了条腿, 但是容貌还是十分美丽的, 之前在学校惩戒好人也聪明, 如果不是因为发生了变故, 现在也是大学生了, 小峰就跟姐姐姐夫说, 你们别再费劲了, 我这辈子是嫁不出去了, 我的命就是这样了, 即便是有人肯要我, 哪些不是残疾就是痴呆的, 根本就没办法过日子, 只要你们不嫌弃我, 我就跟着你们过, 等那天你们嫌弃了我就下去陪爹娘, 这样一来, 夫妻俩也就不再频繁地张罗相亲了, 平时为了让小峰开朗些, 让她手超市多跟人接触聊天, 缓解她的郁闷, 自从小翠的女儿学会走路后, 小峰就天天和外甥女泡在一起玩, 看着人倒是开朗了很多, 但是离开孩子后她就一言不发, 呆呆地坐在轮椅里, 这些都被细心的小翠看在眼里, 挤在心里, 经常想起小时候那个跟在自己身后开朗的小芳, 十分怀念, 她觉得妹妹可怜, 心里也郁闷, 看着小芳如此喜欢小孩, 对妹妹失去爱情和做母亲的权利感到遗憾, 突然就萌生了让妹妹生个自己孩子的想法, 她把这个心思告诉了丈夫, 小高却说, 找不到对象怎么去生孩子, 虽然人工受精咱们也能做得起, 可生个孩子养着没有爸爸也不是个事啊, 况且按小芳的情况, 她一个人抚养个孩子也是不切实际的, 疼爱妹妹的小翠心里想, 古代的男人可以三妻四妾的, 现在许多男人也有家里一个外头一个的, 不也过得好好的, 小芳现在这样如果没有一个好归宿, 我肯定要照顾她一辈子的, 反正我们也是在一起生活的, 要不让丈夫跟小芳也在一起, 好让小芳有个属于自己的孩子, 于是小翠跟丈夫商量说, 要不你也娶了小芳吧, 咱们一起过, 不领证就不是犯法, 这一辈子长长久久的我们平时也有个照应, 妻子的这个提议让小高大吃一惊, 小翠没什么文化, 但没想到她会说出这么惊世骇俗的话, 她很爱妻子, 虽然也很喜欢漂亮的小姨子, 但那只是因为是老婆妹妹, 也觉得她可怜, 从没对她动过非分之想, 她怒斥妻子道, 你这是在说什么瞎话, 先不说这犯不犯法的, 你说这话, 不仅是五怒小芳, 这也是五怒我, 这样做你让邻居街坊怎么看, 让小芳怎么想, 你以为这样做小芳就能心情好吗, 这样只会让小芳更加生不如死, 你真是昏了头了, 这话你以后再也别说了, 小翠也是一时恼热, 她从小就与妹妹亲切, 看不得妹妹如今郁郁拐欢的模样, 见丈夫没有理会且如此气愤, 自己静下心来后, 也不明白自己咋就有了这样的想法, 知道说出来的话太不成体统了, 这件事就这样放下了, 小区里有个热心肠的刘大妈, 生有三男一女, 她老伴走得早, 这些年靠自己一人拉扯着四个孩子长大, 早年过得很是结局, 现在三个儿子也大了, 老大老二都娶了媳妇去外地务工打拼了, 以前家里穷得响叮当, 儿子多找对象也比较难, 当年就让小儿子去部队当兵了, 刘大妈的小儿子叫刘飞, 在刘飞上完初中后, 刘大妈就提前跟刘飞说, 孩子,先去当个兵, 去部队历练历练, 还有稳定的工资拿, 咱家这样的情况, 你两个哥哥也都得去外地打工赚钱为了以后娶老婆, 你去部队当几年兵, 现在很多姑娘也都愿意找军人嫁, 对外也是一种荣耀, 遵照刘大妈的嘱咐, 刘飞十六岁之后就参军到火热的军营生活了, 这一去就是五年, 这天刘大妈去超市打算买包盐, 走进去一看就小方一人在超市守着, 大家邻里邻居的也都很熟悉了, 小方, 咋就你一个人守在店里呀, 你姐姐姐夫呢? 刘大妈说道, 小方回道, 刘大妈, 我姐跟姐夫带小孩去打预防针了, 今天就我在家手店呢, 你看看你要买啥, 打完招呼后刘大妈就走向放盐的货架去, 刚拿起一包盐, 突然感到头晕得天旋地转的, 整个人都站都站不稳了, 他刚想伸出手抓住货架稳住下身子, 人就往地上倒下去了, 小方听见人叮咚倒地的声响, 赶忙手推动轮椅往货架那边走, 他走到哪一看刘大妈晕了过去倒在地上, 焦急万分, 他赶忙拿出手机打120, 又赶紧打了个电话给姐夫让他过来帮忙, 他想尝试着站起来扶起来刘大妈, 可是自己根本无法浮动, 反而让自己还摔下了轮椅, 小方此时对自己的断腿深恶痛绝, 十几分钟后, 终于等到了救护车来, 小方一直都守着刘大妈, 救护车到了之后, 小方也就跟着一起去了医院, 医生说幸好送得及时, 刘大妈是因为高血压导致的突发脑梗, 十分危险, 这要是不及时送来救治, 难保人就没了, 刘大妈的老大老二虽然都成家了, 但此时俩夫妻都在外地打工, 小儿子又在部队, 女儿也去外地读大学, 这下突然生病住院了, 身边也没个人能守在身边照顾的, 等小方的姐姐姐夫来医院后, 帮着先把医药费用给垫付了, 小方就跟姐姐商量着, 她小孩又都在外地, 一时半会的也赶不回来, 要不我留在这照看照看她吧, 你自己也不太方便的, 能行吗? 没事的, 我虽然不能走动, 但是帮刘大妈擦洗下身子, 喂水喂饭的还是可以的, 那刘大妈要去厕所啥的也不太方便呀, 这不是有户是吗? 我可以守在这暗铃吗? 那好吧, 那你自己小心着点, 我到点了就给你俩送饭过来, 你有啥事就给我打电话哈, 等刘大妈从做完手术慢慢苏醒过来后, 看着病床前的小方跟小翠姐妹, 连忙道歉, 再得知小方还要留在这照顾自己, 感动得都语无伦次了, 小方啊, 真是谢谢你了, 今天要不是你们姐俩, 我就不能好好地躺在这了, 你还能想着要留下来照顾我? 我, 我真是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刘大妈, 大家都是邻里邻居的, 再说你平时也很照顾我啊, 有时候我下楼梯方便的, 你也都帮我抬下轮椅, 有人说我闲话时, 你也帮我出头, 现在你突然生病了, 小孩又不在身边, 我帮帮忙也没什么, 再说, 我平时也没啥事, 你, 你这都不知道让我说什么好了, 你这小姑娘不仅人长得好, 心地也真是好, 小方羞涩地微微一笑, 平时在病房里对刘大妈无微不至地照顾, 有天晚上刘大妈在跟小儿子打电话, 我没啥事, 现在都快好得差不多了, 你在部队别太操心了, 哦, 是我们一个邻居姑娘送我来医院的, 人家又是帮我垫付医药费, 还留医院照顾我呢, 真的好好感谢她, 要不是她, 你可能就不能跟你娘打电话了, 以后你们可得好好感谢感谢她, 小方听着刘大妈这样说, 心里也是暖哄哄的, 刘大妈挂了电话后, 看着低头在看手机的小方, 看着小方漂亮的脸蛋, 心里想着, 小方这姑娘不仅心肠好, 性格好, 长相也是十分美丽的, 要不是出事故少了条腿, 就这样的姑娘现在打着灯笼都找不到了, 虽然腿是不太方便, 但人最重要的还是人品, 自己小儿子在部队多年, 也没能谈上个女朋友的, 要是能找着小方也挺好的, 于是就开口问小方, 小方啊, 你现在谈没谈对象啊, 小方回道, 刘大妈, 就我这情况咋谈啊, 咋不能谈了, 你不就是腿脚不太方便的吗, 现在医疗技术越来越发达了, 你这腿可以去装甲脂啊, 你看你性格又好, 人又长得漂亮的, 我看哪家的小伙子能取着你那是他的福气呢, 呵呵, 刘大妈, 也就你这样说了, 小方苦笑着回应, 但小方听到刘大妈提起装甲脂的事, 倒是心里有了想法, 她平时也很关注残疾人的医疗技术, 国家很关注残疾人的生活, 医疗技术也越来越先进, 自己确实可以考虑装甲脂的事情, 大妈可不是跟你说笑的, 刚才你也听到了, 我有个小儿子在部队好几年了, 现在也到了该成家立业的年纪了, 现在也还没个女朋友, 大妈看你就特别重义, 你要是不嫌弃, 要不跟我小儿子接触接触, 刘大妈, 这, 小方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自己一个断腿的残疾, 刘大妈的小儿子能选上去部队, 说明人是不错的, 这怎么配得上呢, 小方, 大妈是真心喜欢你, 你放心, 我们不会嫌弃你, 要不我也就不会开这个口了, 我相信你长这么漂亮, 我儿子绝不会嫌弃你的, 要不你先跟我儿子处处, 刘大妈慈想地看向小方, 经过这些天的相处, 她是越看小方越发喜欢这个小姑娘, 小方也不好, 马上回绝了刘大妈, 跟刘大妈说, 那行, 刘大妈, 我可以先跟您儿子联系联系, 于是刘大妈跟刘飞打电话说了这事, 小方这姑娘是因为家里出事故, 才没了右腿, 但是人心常好, 性格也十分好, 人长得也漂亮, 她现在是跟姐姐一家在一起生活, 她姐姐是在咱家小区门口开超市的, 你可千万不能因为她少了条腿嫌弃哈, 现在的医疗技术, 这都是可以改善的, 找媳妇最主要是人品好, 现在外面败金乱来的女孩子多了去了, 像小方这样心地的, 那真是越来越少了, 听妈的, 你俩好好聊聊, 刘飞在部分待了这些年, 性子也是十分良善的, 并不会因为姑娘有残疾就马上嫌弃, 于是回道, 妈, 你说的我知道了, 只要这姑娘人品好和我聊得来, 我不会嫌弃的, 您儿子我不是那样人, 你放心吧, 我会跟小方好好聊聊的于是乎, 刘大妈把小方的电话号码给了刘飞, 小方跟刘飞开始时不时地通电话了, 一来而去的聊天发现, 两人发现还是很投机的, 刘飞在跟小方打电话聊天时, 从来不会问起小方的残疾, 都是关心他平时的生活, 跟小方说些他在部队发生的事, 因为刘飞在部队管的严, 能用手机的时间也少, 两人想要多聊点, 只有靠寄信, 比如刘飞给小方写了一封信通过邮局寄出, 春花收到信后, 再通过邮局给刘飞回一封信寄出, 心里想要跟对方表白心计, 都是通过两地书信来倾诉忠诚, 两人在见不了面的日子里, 就是靠这些信来说话, 来了解对方的生活和心情, 有时候一天一封, 最迟三天一封, 信件来往不断, 有一次小方在信里寄了张自己的照片, 刘飞看到照片特别激动, 没想到小方如此美丽, 刘飞在部队里有时候, 还很自豪地把小方的照片拿出来给战友们看看, 战友们都说刘飞这小子厌福不浅, 还没有退役就找了一个十分漂亮的女朋友, 小方自从跟刘飞谈恋爱后, 笑容越来越多, 人也越来越开朗了, 有些恢复了之前的精气神, 小翠看着这样的妹妹, 打心眼里为她高兴, 心里想着, 幸好那时丈夫果断拒绝了两姐妹共夫的提议, 要真按自己那惊世骇俗的想法来, 才真是害了小方, 幸好妹妹毫不知情, 现在小方终于找到满意的男朋友, 人也越来越开朗, 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好的这天, 刘飞跟小方在通电话, 小方, 年底我有一个月的探亲假, 到时候咱俩就能见面了, 我真是迫不及待的想见到你了, 太好了, 刘飞哥, 那我在家等着你, 小方羞涩地回道, 心里是抑制不住的开心, 从生活也充满了期待, 小方想着离年底也就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了, 自己一定要让刘飞见到最美的自己, 于是小方开始注重穿衣打扮了, 以前她一直抑郁着, 都是披着头发不愿意见人的, 现在开始会去理发店修理头发了, 甚至每天早晚也开始用护肤品护肤了, 小方不断去询问了解关于装甲织的问题, 她知道自己一直都要坐在轮椅上是很不方便的, 就算刘飞哥不嫌弃自己, 自己站在他面前也是会自卑的, 如果能依靠甲织重新能站起来, 那是再好不过的了, 小方跟姐姐商量说, 姐姐, 我, 我想去装甲织, 我想去看看能不能重新站起来, 我不想让刘飞看到一个天天都要坐着轮椅出门的人, 小翠听着妹妹这样说十分赞同, 回道, 小方, 你能这样想太好了, 你放心, 咱不管花多少钱, 姐姐都愿意出, 只要你能重新站起来, 姐姐就算砸锅卖铁也要给你按, 而且现在咱家超市的生意也越来越好了, 钱的事情你不用太操心的小方泪流满面地抱住了姐姐, 听着姐姐这样说十分感动, 一直以来姐姐都是无微不至地照顾自己, 如果不是一直有姐姐打陪伴, 自己可能挺不到现在了, 第二天小翠就带着小方去了大医院, 在医院做好一系列的检查后, 医生说道, 你的残肢情况这些年还是养护得很好的, 你还这么年轻, 现在的安装甲织的技术已经十分健全了, 只要你好好配合佩戴甲织前后的康复训练 是可以重新站起来的, 好的, 只要有希望能站起来, 我一定会坚持做康复训练的, 谢谢医生了, 听到医生这样说, 小方开心地回道, 姐妹俩听到医生这样说都十分地开心, 小方之后每天都坚持地去医院做着康复训练, 刚开始那几天是非常痛苦的, 要增强残端皮肤的强度, 提高自己平衡能力, 小方经常摔倒, 练得满头大汗, 但她想着只要自己坚强地挺下去, 以后就能重新站起来了, 就一点都不觉得累了, 慢慢地自己能戴上甲织艰难地走走了, 但为了穿上甲织后走路不奇怪, 能对突然的意外能有反应的能力, 小方一直都在加强锻炼, 小方这段时间跟刘飞打电话, 都没有提及自己在做甲织的康复训练, 她想要让刘飞第一眼见到的就是能站起来的自己, 给她一个惊喜, 经过将近两个月十分辛苦的康复训练, 小方终于可以依靠自己佩戴着甲织重新站了起来了, 而且能保证走路不乏稳定, 这一刻, 姐妹二人都情绪激动, 拥抱在一起, 大哭起来发泄着这些年的辛苦, 小方, 姐姐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爸妈走后, 你的右腿又没了, 姐姐看着你从活泼开朗变得不爱说话, 姐姐心里可不好受了, 现在你能重新站起来, 姐姐打心眼里高兴, 小翠说道, 姐姐, 这些年辛苦你了, 你又要赚钱又要照顾我, 我, 我真的很爱你, 谢谢你, 以后我也可以照顾你们了, 小方感慨道, 到了年底, 刘飞终于穿着军装回来了, 刘飞急不可耐地想见到小方, 于是先走到了超市去, 他看着坐在收银台的小方, 觉得他本人比照片上还要好看, 小方, 我回来了, 刘飞大声说道, 刘飞哥, 小方看着高大的刘飞, 因为在部队多年训练肤色微黑, 但五官端正大气, 面上通红的羞涩, 小方从收银台后慢慢走了出来, 刘飞看着他是走出来的, 十分惊讶, 小方, 你, 你的腿怎么能走路了, 我妈不是说, 你, 你腿, 刘飞哥, 我却按了甲枝, 现在能站起来了, 虽然走得慢些, 但好歹是能正常生活了, 你, 你介意吗, 小方回道, 怎么会呢, 我为你高兴还不来急呢, 恭喜你, 能重新站起来了, 两个年轻人相视一笑, 所有的情意, 都在对方的眼睛里了, 两个人见面相处之后, 越发感情好, 都认定了对方就是自己想过一辈子的人, 于是刘飞跟刘大妈商量着, 打算趁着这次回家探亲的时间, 就跟小方把婚事定下来, 两家人都商量着, 现在刘飞还没有退役, 先选在大年初六为俩人举办订婚仪式, 等刘飞半年后退役, 再举办婚礼成婚, 在订婚典礼上, 看着郎才女貌的俩人, 小高跟老婆说道, 看吧, 只要不放弃对生活的希望日子, 总是会越过越好的, 你看着吧, 小方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小翠跟丈夫相视一笑, 虽然意外无情, 让姐妹俩失去了父母, 但好在最后俩姐妹还是过上了幸福和睦的生活, 相信在天之灵的父母也会安心了, 正闻完, 小方在经历了失去一条腿后, 曾一度对生活失去信心, 但她在家人和周围人的关爱下逐渐恢复了生机, 最终通过装甲织重新站了起来, 故事提醒我们, 无论生活遇到多大的困难, 只要不放弃希望, 未来总有可能变得更好。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故事, 希望你们喜欢, 如果你有任何想法或建议,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别忘了点赞, 订阅并分享给你的朋友, 我们下次再见。